河南民警偷西瓜不是偷,是斋,偷茎盖不是偷,是哪 先是偷瓜贼上演滑稽的偷瓜表演,后是被爆出河南偷茎盖一世儿 胡得不说,这次河南被地狱黑,真的是自作自受 关于偷西瓜事儿是这样的,姓庞的人家,自己承包200亩地种植西瓜 眼看现在是西瓜上市的季节,没成想西瓜的数量一天比一条少 起初姓庞的一家人还进行了报警,但由于数量每次都不是很多 警察也就没太在意,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说到底这次河南被地狱黑,还是因为河南省是人口大省 也是务工人员输出大省,其中大多数是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工 还有就是河南经济实力相对较弱,处于中国省份比试炼的中下端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都留下了河南人是低素质人群的刻板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